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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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送阿錦 字幕提供 去到4月28日的 Stand Up Roland扶送阿錦 再次歡迎Podcast和YouTube的朋友 YouTube的朋友記得CLS 訂閱多點 還有PSU 我們很久沒收過錢 哎呀 有啊 星狀命盤 如果你說MIRROR和ERROR 他們的粉絲很支持 我們全線說 希望他越來越多成員 我們之後可以說YOLO 女生也可以說一下 大把我們慢慢說 YOLO好像20條女兒 最後一天我就會說花姐 很累 因為原本我今個星期 確實是想休息一休息 說一下其他人 我本想今個星期是想說 林家謙 誰知道 過去一個星期193這麼厲害 真的不得了 那就要說回193 大家都知道193在過去 短短半個月 他IG的Followers 多了7萬多的粉絲 超越了雙圖 已經超越了雙圖 真的好厲害 最好事是什麼呢 22日 01的報導說 他有20.5萬的Followers 我現在按 我們是23日錄影 他現在是21.8萬的Followers 又多了 不過我覺得是有兩個原因的 第一有些人好奇 八卦 第二就是盲撐 這是好事來的 我覺得其實有時候偶像 譬如你Follow他的社交平台 最好處 有些人可能 聽聞他很多事情發生 人家會很好奇 其實社交平台某程度上 是要有些誇眾取寵 或者要有些話題性 大家才會覺得吸引 因為我看你就是想看你這樣 是啊 但是現在就是 你會覺得就是 坦白說 如果你是說到顏色 說到你說笑一下大台 那就令到很多人支持 反而坦白說 我自己覺得 不是一個很好的氣氛 但是當然 在大眾來說 現在這個氣氛 就不理那麼多 總之你笑曾志偉 又笑大台的話 我就很支持你 但是也是那句 作為一個年輕人說這些話 我一直想起 如果我是二十幾歲 那時候的我 我也是應該會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你是 其實你和我在年輕的時候 都做過類似的事情 因為坦白說 各位觀眾和聽眾 我記得我以前 我第一次見報 也是叫做 開始人氣急升多人式的時候 我就是上了C1 我被肥媽罵我的 是嗎 是啊 是啊 那時候肥媽 就是Maria Cadero 在做一些友善的娛樂性的節目 就是好像說 過去一個星期 娛樂圈有什麼新聞 那時候因為她罵我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 開始做一些 輪著來試的事情 是試些什麼 就是和一些歌手 整鼓他們 玩他們的 令到他們有 叫他們測試一下他們的勇氣 就是很日本遊戲節目 譬如我之前說過 譬如我用一些 朱古力餅乾 弄碎了 變成一瓶泥 然後插了花 問問梁漢文 你夠不夠吃泥 就是那些 哦 就是那些 然後總之我玩了幾個星期之後 過個星期見報 也有些人罵我 說電台節目做什麼 做這些事情 那肥媽有一集 她的節目裡面 有半部分就是 用來罵我的 就說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香港電台會出這些小朋友 那時候 各位觀眾 我還記得 我那時候 第二天 出報紙之前 出報紙的早上 我去了亞視做得病 得病的意思就是 我們拍了一些節目 叫補VO 錄音 我還記得 我收到張文生的電話 他就叫我 我心想死了 新歌叫我 也不回好事 後來我知道 我上了C1 他就說 你真的不知道 我相信現在 ViuTV的高層 都是這樣跟193 那樣 當時張文生跟我說 不要緊的 越罵越紅的 恭喜你 通常都是的 真的 你所謂有話題性 其實我們要跟觀眾分享一下 所謂的話題性 你有時被人罵一天 你可以令到你的人氣急升 那種對於娛樂圈來說 始終是一個娛樂 就是大家 那些柴魚飯後 不說你又怎麼好玩呢 是啊 我就是靠那個C1 開始就越來越紅 所以 你現在要做什麼 我們下一步做什麼 可以告訴我們 罵誰 我們兩個 我不知道 因為很差 我們去到入行這麼多年 如果我們再亂說話和做話 我們是不會得到一個 這樣正面的支持 就算是罵 那些人就會罵另一件事 好心你們 都幾十歲 入行這麼久 還亂說話 不過 這件事 因為他們那種 就是初生之苦 就是大家會多過包容 對 真的不同 所以 人的高峰 到三十多歲 就沒有 就是這樣 嘩 你很厲害 你這個 簡直是其中一個真題 沒有人發現 真的 真的 你去到 入行二十年 如果你再做這些事情 那些人就不會覺得 你有型 而是覺得 都不化的 就是 還做這些事情 好心你 兩隻老屎花 死老鬼 那些 這次我們前一陣子發生的事 你感受 是良多 但是我們今個星期 就是講關於他的升盤 因為 193 我檢查了三個 因為其實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我們就沒有辦法知道他的時辰 除非 我問他本人 你的時間是多少 但是有些人都比較怕 所以都可以分享給大家聽 假設 如果你是 不是太清楚自己的時辰 你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 早五晚 大概三個時段 就試一下 例如早上的 你就多數五點六點 查一次 然後我自己 中五就大概一點到三點 一點到三點 這段時間幫他查一次 然後晚上七八點 大概可以推敲一下 他的太陽星座 就是1月14日 就是山陽座 然後他的上星星座 也是山陽座 而如果查晚上 他的月亮星座 就像了 就是獅子座 獅子座大家都知道 他會不畏強權 他會有型 為什麼會很奇怪 剛才藍珊說了一個道理 山陽座的大部分的人 都是比較知道自己的目標 很知道自己的方向 這就是他當他對工作上的事 但是如果山陽加獅子 這件事 我就覺得很像 因為獅子是不會害怕 如果他知道 例如假設 我是193 我知道自己 要在航空 我已經心裏 我不會告訴別人 自己的目標 但是我有獅子 霸道的心態 我就覺得 我為什麼要害怕你 我為什麼要害怕你 我覺得我的事 現在是對的 還要他現在擺明 變成他好像是真理的時候 你看他沒有收過火 雖然他每次都說 其實我跟花姐談過 他覺得我所說的 是有道理 不過就應該尊重前輩 我也是說事實 其實他自己也不認輸 獅子座的特性 就是他不會認輸 無論他是誰 根學方 真心地說 我相信暫時 他倆都未相遇過 他相遇過之後 他可能會開始 或者再有多幾個前輩 去罵他 他就會覺得要收火 他現在是不會的 但我想說一點 坦白說 我覺得他回答記者的問題 他真的只是說真話 而且他真的說出大家 可能我們都在心裡想著 那些對白 老實說 我又不覺得他去到不尊重前輩 他自己也有補充 之前 早一個星期 他說 我每次跟前輩合作 我都很尊重 譬如你問到我 那就是真的 那你的收視 那幾百布迪士基 不是現在 不是這樣 還有就是 千興五虎 上個星期 我們自己也說 那就是貓 就是貓 是不是 他聽了我們節目 那正常 做得這行都知道千興五虎 這個 term是貓 是不是 所以 他真的沒有錯 還有我想說 如果他真的晚上出生 假設他跟我這個星盤 他的勞博功 即工作上的歌功 是雙子座 就是 剛才梁先生在節目前 已經說過 雙子座的他 其實他都是這樣的人 是啊 我小時候都是這樣的人 所以他在工作 或者一些比較 對外的時候 那個態度 因為其實 勞博功就是 工作 勞動 服務 或者一些你 遞屬於工作的東西 都是屬於勞博功的 剛好他就是雙子座 你想想 這樣就好似了 雙子 加獅子 就是這兩個星座 本身 那把火 是一點都不小的 就是 是燒死人的 而且 因為我自己暗盤 覺得 這個山羊座影響他 也挺深的 因為如果他晚上出生的話 他的太陽功 和上升的功 都是屬於山羊座 山羊座的特性 就是有很多人都知道 山羊座 一就是很默默地去做 就不告訴大家 但是當你做這個演藝圈的時候 為什麼他會默默去做呢 因為他譬如知道 我只要努力 我就可以升到做CEO 他不會強行去搶 他會用自己的實力 去告訴你 你應該升我去到CEO 或者我有能力做到CEO 做演藝圈就一樣了 我很知道自己 要做一個 什麼態度的人 我想舉一個例子 雖然這兩個例子 和他 我又不能說他們一樣 因為我不知道 你知道嗎 有兩個朋友 都是山羊座 那兩個朋友 就是接下來會打拳賽的兩位朋友 是嗎 林作和公子都是山羊座的 林作和公子都是山羊座的嗎 是啊 所以當你如果那個公種 是偏向演藝圈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不怕你 因為他們知道 演藝圈就是需要題目 就是需要話題 我再加上我是獅子座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害怕 我為什麼要覺得自己錯誤 我覺得我現在做的事 是現在這個世代需要的 那我就做 他很知道自己的麥克風 他很相信自己 OK 我想奉勸一下 193的粉絲 如果你們在看 聽著 幫我們問一下 他是不是晚上出生的 如果是 你們就會 真的對 哈哈 很厲害 我很開心 因為我有看每次我們做星座那一天 那些的留言 有很多朋友 除了支持他的偶像 進來聽之外 他也有說我們星座上面 他也有去告訴偶像 或者他覺得 我的偶像真的是這個感覺 是啊 好啊 多謝你們 多謝大家 我們也是二十多分鐘 你給他們看 他們有時候等位置 其實除了睡覺之外 也不知道有什麼好做 叫他們剪輯給他看 我的粉絲很乖 會剪輯 哪一段 給他看 是啊 他們的粉絲一定會這樣 哈哈 還會剪輯給他看 不過 看回他的星盤當中 如果他真的晚上出生 他很有趣 他主要 最重的那兩個 山羊座 是他的命盤當中 去到六十四 獅子座 去到二十三 然後低於十的 包括有水平 然後射手 就是人馬座 天蠍 和巨蟹 其實他很相似 只不過差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到水平加天蠍 天蠍是一個有仇不報非君子 和愛恨分明 所以剛才梁先生說得對 你看他對答的時候 他不是完全說一些沒有道理的事情 或者他未必是不尊重的 但是他會對他認識的人 朋友的人 他會很尊重 所以當他去合作 譬如假設我今天見到梁先生 我真的認識了你 原來不是外奸形容你 可能我會知錯 對不起梁先生 可能我一直都誤會了你 這次認識了你之後 我知道用什麼方法對你就最好了 另外一個水平座 水平座的人 其實我們都說過 在演藝圈當中 水平座的人就是跳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他也有這個個性在裡面 所以他挺像這個星盆 對於他來說 唯一要擔心的事 就是做這個演藝圈 他唯一就是 他如果是會得罪一些他不認識的人 他容易會踩到 不是得罪的 他容易踩到一些他不認識的人 從而可能如果對方真的有一些比較 可能是你真的誤會了他的時候 你真的要收回自己說過的事情 但是他是有一點難收的 他是說了出來 他未必可以低聲下氣 認衰仔那種 這是唯一他要注意的事情 OK 我不是很擔心 原來我知道了他這個盤之後 其實現在就是年少有那道火 那就坦率一點 這些是年輕人要做的事情 我相信如果他是生人了 他到三十幾四十歲 他不會再說這些事情 他會穩定下來的 是啊 所以現在我們 我覺得當一些娛樂新聞 聽一下看看多開心 是啊 他的下降星座是巨蟹座 所以梁先生說得剛剛 到他長大一點的時候 穩定下來 可能他的態度會變得很重要 懂得修練 還有也是那句 為什麼他們這十幾二十個 MIRROR加ERROR都好 真的很貴多天鐵 山羊 巨蟹 全部都是很精彩 很聽話的星座 所以最後都會令到花姐 說完之後 他就很聽他說 譬如如果我自己覺得 可能我外觀 我還不認識他 我覺得花姐說完他 他可能會反駁 但他第二天出來 我問了花姐 他還說他主動跟花姐說了這件事 這件事證明了 其實他暗鏘是乖 對於一些他覺得值得尊重的人 他會是尊重的 是啊 我當時也沒有暗鏘 問回新哥他們 我究竟是否這樣說 對不對 我覺得自己很有型 因為我是雙子座 現在193是山羊座 這是很大的分野 大家再了解了 好 今天星座的命盤差不多了 麻煩大家幫我們告訴我們 193G究竟是否晚上 如果不是你留言給我們 我們再檢查一下 在下個星期的節目補充 好嗎 好 謝謝阿甘 我們下個星期見你了 因為星期五就輪到 Gary師傅說鬼 你繼續享受你的 台灣女婿的咬老遠日子 最後你要回答我 你看看有人沒有 是未知的 哈哈哈哈 我們未知的 有嬰兒未 哈哈哈哈 我們勤力當中 不過不知道 因為我們這幾天有 有說過這件事的 我們都是抱住一個 有就有 我們不需要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說過 因為我們之前有跟我媽媽 我媽媽有說過 如果她真的會來台灣的時候 那我就會 生的機率會高一點 因為媽媽幫忙會好一點 是啊 一定有的 我都感覺到你這件事 感覺到我有 那個Energy 很厲害 很厲害 遲些 我有很多朋友 又過來生活 看看可不可以 賴到他們的 有份一起過來 我終於想到你了 梁先生 如果是的話 不過你不知道可不可以 你過來做菲傭 那些泰文那麼厲害 什麼 台灣人會請菲傭嗎 都會請外勞 去請傭傭 不過我們下個星期一說 我們提醒自己 因為 原來這邊請外勞 去照顧人 是跟香港不同的 香港我們自己都會知道 其實你有錢 你就請吧 沒有所謂的 台灣不是的 有錢也未必可以請 有一些規定 我這個禮拜也可以做一些 研究 好啊 我特別一點 我可以做姓奴隸 拜拜 幫我開拓 好 星期五再見 各位觀眾 下個星期一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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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